所以她的剧本到我手的时候半夜 我还要改 第三天我就哭了 本次翻拍的作品《金之玉孽》 它是港剧的钢顶之作 集结了当时强大的影员阵容 刻画了生动的女性群像 已经播出后 风靡全亚洲 是一部难得的经典剧目 本次参与表演的演员是 邓翠文 张可怡 韩雪 董燕姐好 嗨 董燕姐 她在教我说广东话 好难 很难啊 需要是很难的 就是普通话演广东话演啊到底 当然也是广东话的 我们拍哪个版本好玩啊 然后我走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觉得挺好玩的耶 其他组都说的是普通话 你辛苦一点了 因为我希望能用广东话来演 明白 我觉得难的是 比如说我是永寿宫的嘛 所有的剧本都是拍之前的 那个晚上才可以的 所以我一拿可能就拿几十页 因为永寿宫都是我的地方 但是集中在这个景 这七天都是拍他 对 而且原来参拜我都是我在说话的嘛 对 不曾说话 对对对对 一直在说 如此 如此 那我更惨的就是 他们都可以低头 低头想 收拾一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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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可以想 下一句是什么 再想一想 但我永恶都是这样 而且那个台词还是古装 再加上一张广东话 连在一起 所以她的剧本到我手的时候扮演 我还要改 把她的背后还要改成我能说出来的 第三天我就哭了 我真的派到崩溃 哭出来 哭出来之后呢 才是监局第一次相信我真的不行 平时太强了 她觉得那些能应付 没有 我没有请强 我一直都告诉她 剧本那么值我是做不了的 他们只是逼迫你 所有人不行你都行 这个才是最痛苦 终于她知道我是个女人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女演员 一点不厉害 我不是超级女 她终于知道了 她就第四天给我休息一下 不怕有收工 所以我还是很感觉这个戏给我们的那个训练 训练还这个作品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永远完全不会忘记 经典 所以我劝她一定要来的原因就是这个 我们为了这个作品 我们应该要来的 对 真的 真的 谢谢您的 谢谢您的 谢谢您的